明国 浙江无星人,1904年认识了钦差大臣,1908年时日钦差大臣,1910年外务部大臣,胡维德是近代著名外交家,曾任明国外交总长,兼代国务总理,见证许多重大外交事件,是属些晚兴于明国外交史不可或缺的人物,几股的修改,当凶生曾云, 1912年2月12日,胡维德以外务部大臣身份代表袁世凯,率领赵炳云,王氏真的,前往仰心殿参加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皇帝仪式,接受清廷退位诏书,亲眼见证清廷退出历史的光辉时刻,胡维德生于浙江无星一贫寒之家,因茅生需要, 少时被父母送入上海广方研馆就学,主修算学,兼习法文,休业十年后,胡维德获准进入京,师同文馆深造, 1926年4月20日,段七步下营,任命胡维德兼述国务总理,并设行临时执政职权, 文从沈梦了解,胡维德以年事已高,只同意以代理身份维持局面, 22天后的5月13日,严贵庆祖子,胡维德辞去了一切之务,胡维德书法作品流传不少, 书封尖朗,熟通多体,应在民国各类从政人员中在中上水平, 据悉,顾维军称胡维德为外交界老前辈,胡维德是个具绅士风度式的外交家和学者, 由此可见,胡维德是一位思想上近似顾维军的人物, 固团成了他的一些丘秀特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